企友们早上好,我是四郎 咱们来看一盘天崩地裂的棋局 点播之人名字是一堆P 我实在数不过来了 那么这是初子一三年象甲 红方中相第一高人谢静 黑方特级大师孙毅阳 虽然说两个人都是特级大师 但是获得的方式不一样 谢静是通过全国个人赛冠军 这个难度比较高 而孙毅阳是通过团体赛冠军升的特大 在圈内叫非冠军特大 获得的难度相对低一些 但是咱不能说它是水特 也有高光时刻 开局是中炮过河鞠 对屏风马进七兵 黑方屏炮对局 谢静躲 孙毅阳退鞭炮 红方走兵武进一 急进中兵有点猛 这把黑方没捕是 他选择马回窝心 下一步要打局 红方走关招 炮八进四 他现在是双炮瞄准中足 黑方就不能再打局了 你看红方打掉一僵 怎么接 补相就炮阵无子了 红方躲局就行了 你要是跳过骑马 这打着局踩着炮是吧 红方不要理他 兵武进一过河就行了 因为再平就死了 重炮杀嘛 这个棋红方是胜势 因为你没法踩炮不能打局 顽强点啊 可以把这局提上来 平兵就电 那红方就送局呗 这也不敢吃 他只能躲啊 红方平炮将 把这抽了 不管咋走 黑方至少又丢一子 这个地方红方炮八进四 打局说了 不行 现场黑方足三进一 拆炮架 关招 红方拱掉 黑方再来打局 红方有两招棋都能走 一个平局对子 有根嘛 第二就是本局走的 炮打中足一将 对手补相 不着急踩炮 红方的局还被打着 往左平一步 黑方踩中炮 红方吃 黑方将窝西马 跳出来 踩鞠 先闪开 这里村子大也没用像 踩兵 他选择横鞠 红方补相 黑方 外马 这眼瞅着要充足踩鞠了 红方置之不理 走双兵过河 那就充足呗 踩 那这骑你往这放 黑方可以踩两 那就丢子了 他是 居四平六 黑方 吃兵 红方 逃马 右边空了 孙子的 马八 进六 那后续的路线 肯定是 马六进八 卧槽啊 那红方也跳上去 别住马腿 黑方把一路鞠 撑过来 要来个五子 归边 那这也看不出什么呀 红方先跳马 这鞠还没出呢 黑方足贵神速啊 谢静出动 左鞠 孙子大 接着冲足 这是要进九弓 卡向眼了 红方 平过来对鞠 简化局面 挺好的 那正常思维 是不是应该吃鞠啊 或者说放这儿 用炮来看 但现场 黑方居然没动 走的是平足 弃鞠了 那这样的话 棋局可就疯狂了 谢静研究了半天呢 这也杀不死啊 我吃鞠 这手棋是正招 那你看现在 黑方的马炮 还被捉着 他呢 先打向一僵 红方上市 这个棋就是拼速度 黑方不能平炮再进鞠 红方可以拦截啊 人家有根 那就完了 现场就直接下底 叫杀 怎么杀咱们要知道 比如说红方砍马 黑方可千万别打底势啊 一定要退炮 红方肯定要不是啊 黑方砍掉 红方只能用马踩 黑方再次下底 故地重游 绝杀 刚才要打底势可就杀不死了 这里要注意一下 这个位置刚才说了 黑方这里有杀招 那怎么解杀呢 这棋啊 我敢说有一半的棋友都投降了 没准还有人会想到回马解杀 就是说你退炮 我就电视 就算砍了是炮也不能下底啊 其实啊 黑方还有一种杀招 你看啊 这个过河马没死 黑方可以平炮江 不是不行 唯有飞向 跳马江 还得补试 别住了马腿 黑方把这一做 赢了 现在大家心里有数了吧 黑方中路放炮 也能成杀 这个画面 现在黑方已然叫杀 谢静走的是 先平炮江 抢位置 黑方飞向 红方再跳马 解杀 那这怎么整啊 即使退炮江 也不能放中间了 黑方 小刀弯心一将 出来的话 再用马踩就死了 只能吃 那黑方 打个狙 哎 又给抢回来了 孙特大有套业务啊 这时候 红方 吃个马 而黑方呢 没动 走得非常潇洒 平局扣 红方 躲 浸炮江 那你这玩 马一逃 黑方又能抠了 狙丢了 那只能上帅了 黑方 接着江 帅不能动 飞向 中路亮天了 黑方退狙 杀兵 抓中炮 同时打着马 这几步走得太好了 红方这炮啊 不能平 黑方可以进鞠 借降助攻 一步杀 用鞠宝倒是可以 他没选 跳到马 黑方 吃炮 叫杀 谢静这边也是有棋啊 砍底式将 上来 跳马 解杀 这已经三十多个回合了 前面双方各种拆招 一点瑕疵没有 下面黑方走得有问题 这不是踩着炮吗 正手吧 应该是将一军 红方躲 再逃炮 意思就是说 只要红方跳马 黑方可以拘炮双将 这里边是有连杀 我就不演示了 那对手如果不配合 怎么办呢 他再回来 黑方可以先出老将 离开了红方三路马的攻击范围 看实战 现场孙特大没将 走了一个空招 炮三进一 那这棋没有压力啊 红方朝上跳 这再跳一下就连杀了 最次都是抽狙 这里平狙 别马腿不好 红方会跳马将 上三楼 红方有连杀 是拔黄马 大家可以去算一下 他只能说出来 红方再将 三楼有马 只能电视 黑方拘走了 红方可以砍尸 他一丢就彻底完了 这个地方 黑方没捉马 他是飞向 用炮 看住了红方的马 谢静 还是跳马将军 出来 这回再用拘将就没用了 他退两步 向平位的抓炮 黑方提前弄走 红方还是捉 躲一步 现在只要红方去将军 黑方就电炮 这不行啊 先把炮架拆了 拆了就有棋了 演示一下吧 居将 上将 再这样 没了 动不了啊 老将在三楼被马瞄着 好 知道了这个 咱们接着往下走 黑方这里不太情愿的 选择上市 你不走丢鞠啊 红方 鞠江 这回呢可以退了 但是中市 没了 这回马将又是抽鞠啊 那先把老将弄走 红方 连环马 黑方 退炮一打 红方 卧曹将军 只剩一个点了 红方 再退鞠 黑方如果吃马 就丢鞠了 都能看出来吧 现场上将 红方 逃马 踩鞠 这起走的 现在还是不能捉马 黑方可以跳马 踩两个 而且你吃了马之后吧 红方他也不一定会踩炮 鞠江 上三楼 再江 后退 跳马 江 抽鞠 看来 平鞠捉双马 还是不能走 现场黑方 鞠武平四 红方跳到向位 这是准备 进鞠江 上三楼 然后再走一个八脚马 如果成功 立马玩完 最终 黑方选择 平炮 党鞠 而红方呢 剑缝插针 弃马将军 一招 毕密 到这 红方 谢静赢了 这一将 鞠不能吃马 平过来死了 连杀 那只能说躲将了 红方 给炮先得着 这个跳马将 又是抽鞠 黑方只能平降 红方 还是可以跳马 对鞠啊 吃掉 挂脚 闪 回马一踩 多子胜定 其实这盘棋呢 黑方孙大大 已经下得非常好了 但没想到 谢静下得更好 那行了 感谢收看嘛 观众点赞 下期再见